大家好,今天是1月29号 去今年的头一批番茄苗育苗工作就要开始了 这是我浸泡了半天的番茄籽 浸泡之前用50度左右的温水清洗两遍 每一遍约浸泡5到10分钟就可以 然后再浸泡4到6个小时 这种子就喝饱了水了 现在我找了一个容器 里面装上Compost土,育苗土 就把这些番茄苗就随意的撒在这些土上 就可以了 然后覆盖上土 我呢,有时候土都不用覆盖 就用牙签搅拌一下 把它们埋住就可以了 大约的三个星期到一个月以后 那时候小苗就都陆续长出来了 长出来那个时候 我们根据再给它们分盆 分成健壮的,强壮的 把它一盆一盆分出来 不健壮的我们就不要了 尤其是家庭种菜 有时候地方往往比较小 有时候不留强壮 有时候 好 好 好